大闸一拉,上蹲中的水就从飞机的肚子里倾泻而下 如此壮观的场景变成消防飞机放水的画面 那么问题来了 在森林火灾现场 消防飞机是如何做到快速灌满水 飞向空中灭火的呢 事实上,与我们想象的不同 飞机并不是停在那里等水加满再飞 而直接飞到旧倾的琥珀河流中 然后紧贴水面飞一趟 水就加好了 原理就在于 飞机的下方有两个积水管口 虽然只有人的巴掌大小 可一旦打开它 在飞机不断前进的动力下 只需12秒的时间 就能摇起5300升的水 然后立马拉升高度 飞向火在现场 值得一提的是 如此高的工作效率 还要得益于飞机驾驶员的出色技术 当积水管口接触到水面后 飞机立马会出现抖动的情况 随时必须要提升动力 否则强大的水阻 很容易导致飞机一头扎进水里 最终在到达山火的上方 驾驶员将按下方向盘上面的按钮 随着飞机下方的吊门打开 水就会倾倒下来 而为了提高灭火效率 有时还会在水中加入粉红色的阻燃剂 用来减缓火式的蔓延 平均5-12分钟的时间往返一次 直到形成一条有效的灭火线